诶 谁的样 谁的样 我微信 微信 我 大家好 我是台北群立团相声演员陈庆生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其他的穴道 这个穴道叫做河谷穴 河谷穴在哪里呢 请你握起拳头 握了拳头之后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的拇指跟食指当中 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了一块 哦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把拳头松开了 它会变成是凹下去的 这个地方就是河谷穴 那当然不止左手有河谷穴 右手一样有一个河谷穴 按摩河谷穴有什么作用呢 基本上哦 只要是这个 从脖子这里开始 在脖子以上 你所有所有部位的不舒服的按压河谷穴 都可以得到一些反的改善 比如说 头龙有点痛 有点鼻塞 眼睛有点疲劳 甚至于出门坐车 有点晕车 按摩河谷穴都可以减缓症状 那我们上次提到按摩百慧穴的时候 有跟大家强调 按摩百慧穴不可以太用力 那按压河谷穴刚好相当 河谷穴也很用力 很用力 压到会有疼疼的感觉 那效果更好 那如果你说那没办法啊 我的手力让我够啊 没有办法很用力啊 好吧 那有个方法 你可以找一些 比如说原子笔要加上笔套 你不要 你不要把笔套拿掉 直接用笔尖去戳 用笔尖去戳 万一受伤 那很麻烦 笔套没有那么接 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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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改善了 那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尝试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就是 不要自己按摩 找朋友来帮你按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你要按他很痛的感觉的时候 效果才能更好 那自己按摩下不了手啊 哎呦痛啊 受不了我轻一点好了 那就没效果 找别人帮你按嘛 别人按你 反正应该新鬼料了 开玩笑 那意思就是说 对方可能会比较用力 会比押效果好一点 甚至于找一个平常跟你对拍 跟你有仇的人 哎呀死命的押 死命的按 灰系灰系 哇 这个按摩效果就非常非常好了 哎 但是这也开关项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这个按摩和骨穴 只是让你的症状 稍微反而改善 当你一时接触 方便去看医生的时候 可以让你舒服一点 但是如果真的有病 还是要看医生 比较好了 不然你不去看医生 也是拖着拖着拖着 啊 病越来越严重 这样反而就不好了 但是记住哈 左手有和骨穴 右手也有和骨穴 所以你在按摩的时候 两手都要按 左手按个三分钟 右手按个三分钟 这样子呢 就觉得舒服很多了 这边介绍的是和骨穴 那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的这个穴道呢 很多人都会很需要 尤其现代人用到机会会很多很多很多 什么穴道呢 什么作用呢 啊啊我不告诉你 下期再见 再见